您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 店开了快一年了 在大学城附近 一开始 店里只卖咖啡 种类比较少 价格也比较贵 所以顾客不是很多 你没有顾人 只是一个人在打理 后来你听从了朋友的建议 增加了咖啡的种类 除了咖啡 也提供一些时下最流行的饮品 从那以后 店里的生意慢慢地好了起来 特别是最近几个月 店里的顾客非常多 你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了 每天得负责制作饮品 收银 空闲时间还要打扫卫生 进货等等 真的是太辛苦了 店里经常有顾客排队 一些顾客开始抱怨 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这时你会怎么做呢 一再坚持一下吧 二 雇一个服务员来帮助自己 请做出你的选择 Eliot 接下来 知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